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洪淑芬 一个足底按摩仪 一本书 一个会发光的腰带 以及一瓶止痛药膏 很难想象 受脊椎神经困扰的美国病患 竟然要需要为以上的物品以及治疗 支付超过两万美金的账单 而这场针对中老年的诈欺行为 或许就在你的身边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有腰痛困扰的病患 常常会痛到无法入睡 不仅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渴望康复的心情 也被一些居心不良者所利用 近日洛杉矶当地媒体 纷纷接到消费者通报的相似案例 这些消费者同时也是 饱受脊椎神经痛折磨的病患 而在受到一封邀请函后 他们前往了这场所谓的免费晚餐 以及神经研讨会 在这场所谓的研讨会上 朱奖仁告知台下的患者 如果他们不及时去治疗 最终会导致节肢或终身瘫痪 这样威胁式的游说 让不少老年患者纷纷掏出钱包 而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所谓居家脊椎神经治疗大礼包的 全部内容 不过是一个足底按摩仪 一本书 一个会发光的腰带 一瓶止痛药膏 以及该公司拥有注册专利的 三瓶神经修复胶囊 号称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组织 这些物品中除了拥有专利的三瓶胶囊 和会发光的腰带无法查价 其余物品的单价均不超过30美金 而患者们却要为这所谓的大礼包 支付4995美金 加之面诊的治疗费用 以及分期付款的利息 一位患者的平均支付价格超过2万美金 而这项支出 保险公司并不会覆盖 现在回过神的患者想要退款 却投诉无门 该公司的代表律师表示 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都表示我们的产品十分有效 但他们也一早就被告知 我们对治疗效果并不做任何担保 目前该公司依旧在宣传 所谓的脊椎神经治疗 那些免费晚餐的研讨会 或许就在您的身边 希望消费者可以擦亮眼睛 不要再为这些廉价物品 承担天价账单 取而代之的 应该寻找正规医院进行治疗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